农历新年苦年的春节已经过去了 但是值得回味的还是那些我们经常去扎烙猛的这种地方 这就是闽杭区的东西赵家楼和七宝两大古镇 在这个今年春节长假期间 三天累计的游客数超过十万人次 所以是足够的大浪猛了 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 那一定有他的原因 你比方说赵家楼古镇是上海龙根文明的发源地 绵延至今已经超过五百年 十里小烟破树生赵家中 明朝公布幼四郎谭伦鼓励农民情根细作 曾在这里建了一个钟楼 民中以照龙根 以便农民补武龙石得名赵家楼 体现了鲜明种龙里根的传统 作为上海啃荒的第一楼赵家楼古镇 已经成为上海江南水乡的古镇重要遗存 寄生于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其实在2010年以前 赵家楼还是一个不知名的村镇 这里的农民也就跟普通的农民一样 以种田为生 那其实老早以前 这里只是一个农村而已 是吧 但是呢 2010年之后 它的这个小镇规模 小镇的历史风貌逐渐的成长起来 那在这个 我也是有幸啊 这么多年 基本上每年都 都去赵家楼一趟 到赵家楼看一看 在赵家楼吃点东西 浦东八大碗 我一直以为这个赵家楼是 浦东新区啊 结果没想到赵家楼还算是敏航区的 敏航区 当然敏航区在浦东这一带 也是有这么一片地方的 现在玩赵家楼啊 还有一个玩法 就是连同旁边的这个浦江郊野公园一起玩 因为浦江郊野公园也是一个网 网红的公园 所以呢 现在以前都是一趟车开过去 赵家楼玩够了以后就开车走了 那现在你还要玩第二个景点 那显然一天是不够用嘛 是吧 一天不够用 这时候就有新的商机出来了 什么商机呢 就是这个叫民宿 现在就可以做民宿了 所以在赵家楼这边呢 有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叫 革新村 这里搞了这个民宿 这个民宿搞起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先去浇野公园玩一玩 然后这个叫什么 回到这边的民宿来住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你再继续玩 赵家楼 结束回家 那真是一个不错的旅游方案 来吧 来吧 好朋友